天氣太熱 冷氣不停運轉 不過網路上有媽媽求救 兒子房間已經整整一個月 沒關冷氣了 恐怕電費會爆炸 不過竟然有網友透露 只用一招開一個月 電費也只要一千多元 網友秀出絕招 說只要變頻冷氣 別亂調溫度 一直維持房間內恆溫 連續開機也不貴 台電也曾說變頻冷氣 在溫度到達時 會改低頻運轉 不像低頻瞬間起停 更耗電 不過達人分析 想要壓在千元左右 還是有條件 那俗稱的恆溫恆溼 它主要就是環境的問題 那你環境越好 相對的低樓層 又不住在邊間的情況下 然後也沒有吸塞 那相對的你的溫度 才有辦法達到恆溫恆溼 關鍵就在冷氣最耗電時 是在一開一關的瞬間電流 像是一到兩千瓦的冷氣 吹兩個小時才耗一度電 約花費三塊錢 不過一開一關之間 會耗費四到五度電 達約十五元 就等於吹十個小時的電費 所以十個小時內即使出門 要一直開才划算 其實一般我們抓上下班族的時間 那可能抓八到十個鐘頭是最好的 但壓縮機的情況下 它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所以它的電流就會比較偏高 而且重複開關 不只多花中間的十五元 室內溫度要重新降低 也更花錢 恐怕越垂越貴 這裡請玩聽台北報導